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 西西加王十四年 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 将城攻取 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王耶路撒冷 到西西加王那里去 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 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境 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使官约亚 出来见拉伯沙基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 你们去告诉西西加说 亚述大王如此说 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赖的呢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我看不过是虚化 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 看哪 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仗 人若靠这仗就必刺透他的手 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你若对我说 我们倚靠耶和华 我们的神 西西加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 现在你把档头给我主 亚述王 我给你两千匹马 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 陈仆中最小的军长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西西加第十四年 亚述国王希拉基利 带着大军压境 哇 军事的逼迫就在眼前 这个时候非常紧张啊 那你怎么去面对呢 不只是大军压境 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啊 亚述王希拉基利 又派出了使者 要去警告西西加王 警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关系啊 假如我们心灵中有个三角形 三角形的中心就是犹大国 然后呢这三个角分别代表着神 埃及和亚述 那现在亚述要来攻打犹大国了 那犹大国你怎么做决定呢 你要顺服投降亚述吗 还是当时他们希望做的 去找埃及帮忙请救兵呢 还是来到神面前 等候神 依靠神的拯救呢 那么这个三角关系就成为 当时犹大王希西加心灵中 一个重要抉择了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的 是从亚述国王的角度看的 他告诉希西加 你还有什么好依靠的呢 你去依靠埃及吗 不行的 你来依靠你的神吗 不行的 我以前消灭了多少其他的国家 他们的神明有帮助他们吗 你们现在只有顺服我啦 那么这种恐吓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到底要怎么样回应呢 那么从第十一节 开始就给我们看见 希西加手下的这些领袖们 是怎么样回应的 让我们先来看经文 以利亚敬摄伯纳约亚对拉伯沙基说 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懂得 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 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沙基说 我主差遣我来 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份 喝自己尿的人说吗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 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 你们当听亚树大王的话 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希西加欺哄了 因他不能拯救你们 也不要听希西加使你们 依靠耶和华说 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 这城必不交在亚树王的手中 不要听希西加的话 因亚树王如此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投降我 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 和五花果树的果子 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 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你们要警防 恐怕希西加劝导你们说 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列国的神 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树王的手呢 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的神 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哇 原来这几个领袖啊 就跟这个使者说 拜托 拜托 你用另外一个语言跟我们说吧 不要用犹大话来跟我们说话 你用亚兰话吧 我们听得懂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想给我们的百姓 听到你所讲的话 用亚兰话说吧 哇 意思就是 他们心中也非常的害怕 也希望百姓们不受到这种心理战的影响 不过来者不散 他就是要攻击你嘛 所以这位使者就继续用犹大话大声的来宣告 宣告什么呢 不只是对着这几个领袖说了 当然是影响民心 影响百姓 打破百姓的心理防御了 就告诉他们 来啊 跟着我们吧 来投降吧 于是我会带你去一个美好之地 哇 跟你们以前所到的美好之地一样 那么这一种的心理攻击 是更胜于军事威胁的 那人到底怎么去面对呢 这段经文给我们回到 当时西西家王十四年的历史记载 其实这个历史时空就在于 人怎么面对这个三角关系了 今天你我的人生也会遇到不一样的三角关系 甚至多角关系 是吗 一个主要的威胁出现的时候 你我到底要依靠谁呢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依靠谁了 就是一个主题 也提醒我们今天 到底我们想依靠谁呢 我们会不会全心全意依靠神呢 这是给当时尤大国 一个重大的考验 给尤大国王西西家 一个重大的挑战 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读这段经文的人 心灵中面对我们的挑战的时候 一个重大的考验 今天假如我们遇到各种挑战 我们依靠谁呢 求主恩待光照 使我们明白 依靠耶和华 胜过 依赖王子 愿主今天 带领我们的心 再次 仰望主 依靠主 平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